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我叫新华国 今年31岁 在我8岁的时候 失去了一个人 没有他 我的童年 一点也不信我 在我28岁的时候 有了另外一个身份 在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他对我当时的意义 我特别想找到 这个对我特别重要的人 在他8岁的时候 失去了谁 这个人的失去 带给他童年怎样的创伤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让他重新认识到 这个人的意义 在他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你好 江老师好 大家好 来请坐 你从哪来啊 我的老家来自云南昭通 云南昭通 对 今天多大了 32岁 32岁找你的什么人 我来找我的爸爸 在我8岁的时候 妈妈带着我和大妹妹 被拐到了河南 那个时候 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爸爸 虽然有三个爸爸 但是对自己的亲生爸爸 没有任何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是什么原因 因为是在我 七岁多的时候 我们从云南昭通老家 就是搬迁到安宁 他待了有一年左右 因为他回去接我姥姥 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情况怎么样 就在这个期间 爸爸回家以后 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河南人 那时候他说 给我妈介绍工作 因为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 我妈妈就想着赚点钱 不贴家用 他就带着我和大妹妹 我们就来到河南这边来 就是被拐过来 到这以后呢 算是成了我的第二个养父 他对我也不好 你和爸爸失去联系了 对对对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 跟这养父过 对 这养父对你怎么样 不好 他不喜欢我 因为我也不叫他爸爸 有一次我放学回去以后 他就在我们家的屋子里 那个凳子上坐着 我刚进到屋里 他就指着我 就这样 站着别动 出去 滚出去 我当时很害怕 我就站着没动 他就是还让我滚出去 然后他过来就拉着我 往外推 这时候妈妈过来了 站到我前面就说 你不能这样欺负孩子 然后他一把就把我妈推到地上 我当时看到妈妈倒在地上 我过去把妈妈拉起来的时候 她又从我旁边拽着 不要把我拽出去 这时候妈妈就是担心我受伤 她就把我和妹妹推到里边 那小屋里边关上门了 这时候我就能听到外边 他们在那打架 吵架摔东西的声音 我和妹妹当时心里特别害怕 我们就抱在一起就哭 哭的时候心里在想 要是自己亲生妈妈在这 肯定不会这样 被第二个父亲就是恐惧吧 对对对 因为持续在这儿坚持了 将近不到一年也是 因为妈妈那时候没有钱 想办法转点路费 扣路费以后 她就带着我们又回去了 老家了 回云南了 到那以后爸爸也没了 妹妹也没了 就再没找到爸爸 对 在那住了有不到一个月 有二十多天吧 妈妈也一直在找爸爸和妹妹 可是一点信息也没有 对别人看我们挺可怜的 因为那时候妈妈也没有钱 也没工作 养活不了我 就是为了能养活我们两个吧 经过人介绍以后 就到了第三个养父家里 第三个养父的家在哪儿啊 在河南 因为第三个养父 她是比较善良 比较老实 但是到家里边 也没有感受到 那种真正家的温暖 因为那时候妈妈不在家 她挣点钱以后 她就拿着这个钱 够路费 她就回云南去找妹妹了 一直持续了好几年都是这样 感觉就是 小的时候一点都不快乐 不快乐 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上学在班里边 上课零已经响了 我就是往教室跑的时候 我前排那个同学 故意伸脚伴我一下 差点帮我伴趴那儿 我也没说什么 就是下课以后我出去 她又故意伸脚 帮我伴倒 我特别生气 我就起来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她当时就是用那种 很不屑 跟挑衅的口气就说 我就是欺负你 你就是没爸爸 我就欺负你 外里来的野孩子 我当时听了以后 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就上来和她打架 我跟她打架的时候 中间就抱个老师 老师爸爸 我们两个都罚站到操场 让叫家长来 等家长来了以后 对方的父亲 他不管什么原因 他嘴里妈妈咧咧地就说 你这小孩 你就是有爹生 没能养养 没家教的孩子 光知道打架 上来就给了我一耳朵 当时我就这样捂着脸 因为我养父也来了 他坐在救赛旁边 他什么也没说 我当时特别委屈 我感觉我长这么大 那是最委屈的一天 因为好多同学都在旁边看着 那时候心里就在想 我爸爸要是在我身边 肯定不会让我 受这么大委屈 受这么大的屈辱 你现在还跟第三 养父母在一起 对 在一起 持续就这样上完 初中毕业以后 老师通知上去 拿那个高中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特别开心 我算是有三分之一考上了 我就很开心 拿着通知书回家了 跟养父说 我这边通知书我考上了 他连头都没抬 他就说 你家条件不好 别上了 你出去打个工 挣个钱 替我分担分担 我听了这话以后 什么也没说 不知道说什么 我就把通知书放到 我的那个小厨体里边 到了晚上 我又点上蜡烛 偷偷地把通知书拿起来 一直在那看的时候 一直掉的眼泪 心里边特别无奈 特别想上去 你要是亲生爸爸在 砸过麦田也会让你伤 对 晚上在床上我就在想 我的成生爸爸在 不管条件怎么样 他肯定会支持我上学 妈妈那时候在哪 找妹妹 他赚点钱以后 我就出去找妹妹 几乎就没有在过家 我们一家也从来没有 收过台湾饭 从来没有一起过 他从未感受过 圆满家庭的幸福 从今有过三个爸爸的他 却从来没有感受过 父爱的温暖 对第一个爸爸 没有任何印象的他 在第二个爸爸火爆脾气下 万分恐惧的他 在第三个爸爸冷漠对待时 伤心无助的他 在刻苦考上高中后 却不能上学的他 最渴望的就是能够有亲生爸爸在身边 感受爸爸的温暖 受到爸爸的保护 就开始想到找亲生父亲 那时候时期去 特别瘦 在广东是 在一个地下室 地下停车场 当装卸工 跟他上班认识了一个老师傅 因为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吧 他就在老家场上 他说小伙子 你现在不上学了呢 挺年轻的 我觉得那时候家里边考上了 特别不允许 情况给他说了一下 他就说 你还年轻 还小 你得多学东西 多学知识 对你以后 有很大帮助 你将来你要有孩子了 你怎么教育孩子 他一直就是说这些鼓励的话 因为从小到大吧 就没有听过这种 别人鼓励我的话 感觉心里边特别温暖 打那以后我发了工资 我就请他喝酒 去吃饭 因为感觉和他在一起 特别亲切 后来自己挣了个钱以后 又考了一个大专 成人教育 我特别感谢我的师傅 他不仅在工作上 给予我鼓励支持 而且还在生活上 给予我帮助 我的人生第一套衣服 就是他带我去买的 我想这就是父爱吧 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身边 也是这个样子的 结婚了吗 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13年那时候 有了自己的宝宝 真正有了自己的宝宝以后 才让我感觉到真正的那种父爱 对孩子有多重要 每天晚上都坚持 给他讲一个故事 陪他睡觉 到现在家里边差不多有六七十本那种小画册小故事书 我小的时候没有陪伴 没有父亲在身边陪我 我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能抽时间都陪给孩子 后来那件事让我特别心里边难受 就是我送他上幼儿园的时候 开学第一天 我能送到幼儿园门口 我刚把他放下 他就有点不情愿拉着我的手 不愿意松开 然后老师过来拉着他手 往那边走的时候 他走一步 他就回头看着我 他没张嘴大哭 他就是忍着眼泪 就是想流下来 一直 一直这样走到教室里边 我看不见他 我心里边有点担心 我就请了一上午见 就站到那个墙外边 一直看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他们搬出来 有那个课外活动 我一直在看 我儿子最后一个出来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在东张西望 一直在寻找 看着哭着 看着哭着 我当时都想冲上去抱着儿子 我说儿子别哭 爸爸就在你身边 孩子 这一会儿没见到爸爸 我没有见到儿子 特别难过 特别伤心 因为这二十多年 我都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 爸爸也没有见到我 他心里该多难过 由于自己从未和亲生爸爸相处过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 有爸爸的感觉 直到他自己做了爸爸 在和儿子的相处和教育过程中 他越来越体会到 父子相互陪伴的温暖 沟通交流的重要 互相牵挂的真情 此时此刻 他终于真正感受到 当爸爸的真正意义 这也使得他更加思念 和牵挂自己的亲生爸爸 什么时候开始 真正意义上行动起来 找你父亲 我们单位领导 他父亲去世了 去的时候 老板就抱着他两个儿子 在灵堂 对两个儿子说 儿子 爸爸永远没有爸爸 我当时听了这句话以后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觉得心里边特别难过 然后我就躲到旁边 哭了好大一哟 我心里边就是在想 因为这个 我爸爸我算在年龄差不多 也快六十了 时间不等人 我再不去找 会不会就是 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就因为这个事以后 我就下这个决心 要回老家一趟 就去年 我们是大年二十八 才放假单位的吧 我就给领导说了一下情况 我要回去一趟 我和我朋友连夜开车就回去了 我们是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多走 到二十六号 二十六的下午两点多 到老家 见到我们所有的亲人 大伯二伯 还有堂哥 堂妹他们 我看到他们以后 我心里边说不出来那种踏实 因为我感觉在外面飘了好长时间 我终于回到家里边 你爸爸的老家是吧 对 他们应该知道你爸爸在哪儿啊 就是因为通过堂哥他们的了解 就是堂哥给了我一张照片 爸爸 对 这是他唯一的一张照片 我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 都不知道你爸去哪儿了 因为他们说是我们走了两年 都不到那会儿 他带着我小妹妹 没回老家 他自己回去过一次 哦 他回去过一次 回去过一次 我那个大妈 他问他 他说你爸那个小珍 就是我小妹妹嘛 姓华珍 他说你把小珍你放哪儿去了 他就说我把小珍放到一个老大娘家里边 一天给人家一块钱 让人家帮忙看着 没回去过 后来他就是在各旧嘛 明南各旧一个西矿场 在那儿上班 我堂哥 就是还有邻居家那孩子都去了 就是去了 在那儿有不到一年 他就走了 那就走了 他拿着我堂哥 还有就是他们邻居那些小公 他们的工资 三千块钱就走了 因为那时候应该就是九五年九六年吧 那时候这三千块钱其实挺多的 多的啊 对 上哪儿了没说 没说 从那儿以后就是老家他没有回过 我们就在 谁都没有再见过他 这是我堂哥给我讲的 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事 他拿着这个钱 他会去哪儿 因为我和我堂哥们说 他说会不会就是拿着你们的钱 跑了干啥了 但堂哥说你爸不是那样的人 他给我打了个比方的例子就说 如果老家村里边有什么红白事儿的 他兜里如果就二十块钱 他们要问你给他多少钱 你他爸爸不是说就把二十块钱 全部都给你了 一分钱自己也不留 他拿着钱干嘛去 就是后来就是我们都在分析嘛 他会不会就是拿着钱也来找我们 后来我在大街上每次看到那些流浪汉的时候 我心里边有莫名的一种心酸 我在想 我的爸爸会不会也是这样 就是拿着钱啊 走了以后为了找我们 天花光了 三个父亲不一定让你成长 是你自己让你自己长大的 而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人 也都是靠自己长大的 即使可能缺少亲情 所以我们是应该觉得 你值得点赞 因为你没有说我就此萎靡了 我因为失学以后 我就不读书了 然后你仍然会去获得一个大学的文凭 仍然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 并且你还去替父亲找一些原因 而不是说啊 他把亲戚朋友的钱卷走了 他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们会愿意看到亲情的回归 我也相信你的父亲 像你等待他一样在等待这里 你如果见到你的父亲 你想怎么打算 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了 我就是特别想抱着他 对他说 爸爸我想你了 从小没有爸爸的陪伴 缺少爸爸的保护和指引的他 一路坚强地走了下来 并在自己的努力下 考上了大学 有了自己的儿子 幸福的生活 从来都不懂爸爸的意义的他 将自己缺失的父爱 加倍地还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并没有因为从小和爸爸分离 而怨恨爸爸这么多年的缺失 他反而对爸爸充满了牵挂和担忧 他渴望找到爸爸 回到爸爸的身边 跟他说一句 爸爸 我想你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 我们书东他们带着一匹人马 在帮你找来 兄弟站到这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新华国 你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我们是在节目官方荣媒体平台上 收到了你的寻人宝 明明求助的 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 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你提供了一个线索啊 说这个爸爸 从今在云南各旧的西矿厂工作过 虽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 赶到当地走访海产 希望在那能够找到爸爸的线索 爸爸我想 爸爸我想你要我和妈妈等 等你回 加油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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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我特别想找到我的爸爸 我想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子 当我当了爸爸以后 当我当了爸爸以后 还深深地感觉到 没有哪个父亲是不爱孩子的 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自己的父亲 准备好了吗 不愿许找为爱见首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爸爸 我特别想你 二十多年都没有见你了 我特别想见到你 想叫你一声爸爸 我特别想见到你 爸爸 阿倫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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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片特别像 你的爸爸过来 谢谢 我们过去坐下 正好呢 这些年你气得已直的那个疑问 包括当时你回老家 爸爸怎么不在家 那时候到底出什么事了 让爸爸一点一点讲给你听 好不好 然后坐下说 来请爸爸坐下 这爷俩你真的很像 大哥 儿子和小时候 他有点像吗 都像了哈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我们想首先想知道 那个你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小女儿 他们当时走的那时 我领的出个道开 开了 基本上是 三个月我都没找到货极 我们吃呢都是身上也没得钱了 我都没找到货极 我走一趟 讨饭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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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趟天不亮 我们就走 走了一二十多公里了 走出来找他们 在那团长找了三天 最后是找着他们说 有个火男人是个木匠 在这走木工 把他们拐抛掉了 小女儿那时候一直跟着你吧 小女儿跟着我 我跟你讲啊 可能爸爸这个方言比较重 可能没提清楚 是这么回事 当初啊 这个爸爸回来发现 妈妈 你还有大女儿 大妹妹 大妹妹 被拐走了 被拐走了以后 爸爸很着急 就刚才就讲 组织了好多朋友 就出去找 找了三天 都没有找着 然后后来呢 是得知 好像是拐到河南去了 但是没有钱 然后只带着一个小女儿 就出去想打打工 挣点钱再找你们 但是找了好几家工地 人家说你带着个小累赘 在开演三个月 一直都没有做 三个月一直没找到过 所以没办法 十年都是考虑 小好几人给的吃 把小妹妹托付 给一个认识的朋友家 这个家生活还不错 现在有联系 放心小妹妹在那边生活的不错 那里好 在老家 所以找到爸爸 回去让爸爸联系 那个好朋友 那就好 那就好 就能见到了 小妹妹还在就好 在呢 当时那家是两个儿子 她看见这个小姑娘 她也挺喜欢 我当时没得办法 因为我是个男人 对对 去哪家找工作 你还领得个小孩 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就想知道为什么那次 你把他们的钱都拿走了 她都记得得长了天 记得三千零几的钱 我就没跟他们说 我一直说了他们不让我可以 因为找了也是找不着的 我就求求你 几件个钱我就拿走 就去找他们 我可以火难可以找了三年 就拿这个钱去找妈妈 找孩子去了 我可以找了三年 找了三年 火难我可以了三年 老公也招着他们抢心的抵辰 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 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 信索要交给两级公安机关 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梳理 重新调查 正确地把人犯都能找到 政治与法 妈妈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知道 现在你妈妈在哪 我妈妈在家呢 我没敢告诉她 一会儿你打电话告诉她 她已经找到爸爸了 而且小妹妹也知道下落 这真的是多大的喜事 孩子无数次的梦见爸爸 所有的事一想到都想到 如果爸爸在会怎么样 如果爸爸在会怎么样 这儿子真的没白生 在下头听着了 听见他说我就 看着他说我就在 难受啊 今天老哥你高兴吗 你家子就要团圆了 我睡着都是在想 我找不住你了 至于等你成期了 你看个回来找我 至于这个眼望 你看见这个电视的节目 就是等着我这个节目 我一个个人看的电视 看一看会哭了多少场 老哥 你再没成家吧 没有啊 好啊 古静田来 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别伤心了 没事 对别伤心了老哥 好领着爸爸 一家团聚了 对一家团聚了 非常感谢你们这是 太好了 谢谢哥 非常感谢你们 是他们 谢谢他们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家建起来了 人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我终于找到爸爸了 我特别开心 终于知道有爸爸什么感觉 就是我要把爸爸带回去 好 孝敬爸爸 姓华国在没有爸爸的陪伴中 成为一个上进努力的男子汉 他二十多年来 从不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爸爸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长久以来对爸爸的渴望和猜测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回报和答案 让我们共同祝愿这对父子 永远不再分离 祝这个家庭永远幸福美满